这种错误的喂粮方式 影响猫咪消化 你做过几条 够你吃一两天的啦 你首先猫受罪 猫粮中有些营养极易氧化流失 营养不均 要是天气热又潮湿 细菌繁殖贼快 呃 多嗖呢 还是乖乖 倒半天的吧 好粮混成差粮 让你吃好我还省钱 吃出毛病你还觉得省钱吗 事事事混成一碗差粮 可能盖铃比失衡 倒置吃出结实 好粮加好粮也没必要 一种就够了 猫粮半罐头 猫见美食啊 影响蛋白质吸收 猫咪喂里的强酸环境 适合消化蛋白质 而猫粮中的植物和碳水 会拉高PH值 所以不如直接喂罐头 而且建议两者 间隔七小时以上喂哦 要猫只喂干粮 容易尿病 妈呀 泡水吃 拿来吧你 充淡胃液影响消化 灌了水饱影响吃粮 不如冻干泡水来骗猫喝水 猫喝水少可能会尿病 突然狂喝水又可能是善病 那到底喝多少算正常呢 在干粮被养的情况下 每公斤的猫要喝60毫升水 比如我家发达7公斤 每天要喝420毫升 该怎么判断正常饮水量呢 咦 干每天的尿量尿团 正常排尿量的范围是 10到30毫升 整以猫的公斤体重 我用豆腐猫砂摸你的猫咪尿团 快来对比看看 15毫升 一个泡泡糖 30毫升 平旁球 45毫升 高尔夫球 80毫升 猪球 猫砂不同 集团大小有略为差异哦 2 清楚猫水碗的装水量 将一瓶120毫升的矿泉水 到猫水碗里 看看能装多少 水少了多少 猫就喝了多少 或者根据这张表判断 3 拉一下后剥挤的皮 可以快速回弹 说明猫咪不缺水 要是回弹很慢 就该多做主子喝水了 那么你家猫 每天喝多少水呢 去那里 伍决龍 女子